道路限速40公里 机车骑士过弯小小压车了一下 但这是过弯时的正常情况 还是危险驾驶 警方设置科技执法设备 用仪器来进行侦测 这里是彰化横跨八卦山 到南头的139线道 因为沿途风景优美 吸引许多用路人来这里跑山 但有驾驶因为超速飙车的危险行为 造成多起死伤事故 警方推出全台首创的科技执法设备 以车牌辨识智慧影像辨识 24小时针对弯道危险驾驶的行为 进行取缔 只要地平面与机车后轮的角度 夹角小于60度 机器就会自动拍照 怎么审核怎么认定 警方会看驾驶人是否故意压车 还是用身体弯曲用手贴地 第二关再进行人工审核判定 如果只是单纯过弯就不会举发 但如果被认定是危险驾驶就要开罚 民众认为用电脑判读的取缔方式 比较没有争议 科技执法除了没有争议 还可以节省警力 警方已经在弯道树立取缔的黄色告示牌 加强宣导 事无好奇就会开始正式取缔 华视新闻林建峰杨总与谢中益 章话报道